探索宇宙人生正常 見證世間因果輪迴 老宋講故事 由罪言堂 松行福住 第326集 應機考借助員 歸自盛 對境常行報師 不捨得 尊敬的罪言堂因果實修正佛陸群的朋友們 大家上午好 現在是北京時間10點13分 2016年5月6日 老宋在陸群 和大家帶來最新的分享 好感恩大家的收聽 剛剛在五群 老宋已經分享了一個小時 我們陸群接著開始 學中醫學養生的師兄朋友都知道 講話是好傷氣的 亦都是好傷身的 每日講那麼多 是希望那些師兄朋友 不要走歪了 因為現在的傳媒好發達 沒有一個正能量的東西佔據你的時間 你就會被一些負能量的信息佔據 剝奪了你的時間 我們是在這裏和負能量的信息 爭奪陣地 在這裏做拉居戰 沒法時期 摩牆呀 負能量的信息真是鋪天蓋地 把老宋講故事在電視台播放 基本是不可能的 老宋講故事的傳播速度 遠遠沒有那些色情 暴力之類的信息 傳播得快 好的東西 總是被掩蓋著 叫做好事不出門 壞事傳千里 真正的修行人 或者學佛的居士 想做一些好事 不是那麼容易 你想放下生 一個不留意 有個小失誤 就被人抓住把柄 媒體就一偏狂凶藍詐 又是生態 又是科學家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些色情的男明星和女明星 偏偏就受到很多港大人民群眾的推崇 高調地出現在電視台 網絡 車展的現場 大家就好像見了偶像那樣 如痴如罪 為之瘋狂呀 當打開網絡的時候 有多少個廣告是為教育 為傳統文化而做的呢 但出來的 都是暴力 色情 或者是賭博 充滿殺戮 血腥的遊戲 大行其道 老宋人微言輕 也只能盡自己的一些微博之力 能夠教化一個就教化一個 能夠改變一個就改變一個 不貪圖人多 每個人有緣的眾生都不同 佛法是智慧之法 圓滿之法 我們的宇宙之道 亦都是公平公正的 學法之人亦都不可以攀比 不可以說 那些大德法師 教化的眾生 無量無邊 我們普通人 可能只能教化身邊的一兩個人 我們永遠都趕不上教化的速度 就開始自卑 其實完全無必要這樣 我們不可以自大 不可以自傲 但是也完全無必要自卑 有一個佛教的公案 一個女孩 在沒錢的時候 發心供養一座寺院 將身上僅有的一些錢 捐了給寺院 那時的寺院是很艱苦的 供養的人很少 人家的功德就很大 而且是將他全部的資材都供養了 這個功德就相當於比以蓋茨 將自己所有的資材全部供養 功德大不大呀 大呀 一個是窮女子 一個是大富翁 窮女子的一文錢 相當於大富翁的幾千億 上天公不公平呀 上天給了我們每個人 君等的報師機會 無論你貧或負 無論你是當官的 或平民百姓 在我們的眼中有分別 在佛菩薩的眼中 沒有分別 都是凡夫 都是自己的小孩 我們能不能自輕 自賤 自卑 完全無必要 但亦不能因為聽老宋講故事 投機儲口 你說我現在身上僅有100元 就插緊全部捐給自圓 那功德是否大得不得了呢 如果你是以這種心 是無功德 但是有福德 供養是在於真誠 亦都在於恭敬 不能以投機儲考之心去做 怎樣做才有功德呢 就是真誠地發心 發心供養 法法爭三寶 當然 亦都可以供養余色度 亦都可以供養任何的政教法門 目的是讓我們的政法 撈存於世間 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夠 懂得恩果 都能夠開智慧 都能夠誤法道 要有真誠的發心 功德就非常之大 以報師來說 這個是財報師 法報師是不是一樣呢 一樣的 老宋講故事的聽眾 讀者很多 或者你比較忙 或者你沒有老宋這種奇特的經歷 你沒辦法像老宋那樣 每日和大家分享 那是不是沒辦法像老宋那樣職功德呢 可以的 真正地發心 去勸化身邊的人 朋友 親戚 同事 家人 能勸一個勸一個 堅持做下去 持之以行 不要間斷 或者一生當中 單單是 悼化了五人 或者三人 甚至單單是一人 那你和老宋的功德 亦都是 無二無變 因為你發心去做了 能不能夠勸化 那個是緣 做不做 就是你的發心 你的修行 上天給我們每個人做功德的機會 是均等的 沒有必要羨慕 沒有必要妒忌 誰都可以 這樣一聽是不是很開心 另外就是 除起功德 比如建一座廟 或者塔 是100萬 一個人拿錢 就是一個人的功德 如果有10個人 每人拿10萬來建這座廟 功德就相當於 每人建造一座廟 這個就相當於共修 我們每日晚上有共修 剛開始是一個群 現在是10個群 有幾千人同事在共修 每一個人念一次經文 如果這個人的水平多好 能夠完整具足一部經文的功德 大家一起共修 是否同時具備了 幾千部經文的功德 共修之功德 不可思議 你還會懶嗎 你還會找各種藉口去躲嗎 你躲了一個晚上 就損失幾千部經文的功德 不化算 太不化算 相當不化算 或者你對老宋講故事 還未認可 或者認為純粹是貴力戀神 你可以不聽老宋講故事 但是經咒 是佛陀所說 念一念沒有壞處 共修的功德 也不是老宋 虛構的 輕而易舉地拿到 何樂而不為呢 為何大家平時念經念咒的時候 總是覺得沒有什麼減應 進步不大 而共修的時候 有很多師兄感覺進步很快呢 什麼原因呢 最言堂是正法道場 毫不含糊 得到諸佛菩薩的護油 龍天護佛的加持 這只是其一 其二 可能一部經文 念一次需要十分鐘 一日可能念兩次三次 一年只能夠讀一千次 而在罪言堂共修 可能一個晚上就有了幾千次的功德 就有了幾千次的積累 功德來得很快 所以說感覺明顯 既然如此 為何不共修呢 每日晚上九點半 罪言堂恩果實修正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群 和你不見不散 同時我們也會啟動罪言堂的轉經倫 和大家做加持 轉經倫之功德 亦都是無量無變 非常大 而罪言堂的轉經倫 所包含的經奏數目 非常之龐大 加持力可想而至 我們在歷次的天眼見證當中 菩薩或者阿彌陀佛 都曾經做過開示 有佛 菩薩 護法 和各地的神靈來做精明 給大家信心 讓大家能夠真正地契入法法 知道學法還有這麼好的一個座願 但是一定要明白 老宋所說的這個詞 座願 修行還是要回歸我們的自性 從心而修 從我們的內心去挖掘寶藏 離開我們的內心 什麼都得不到 但是修心有助緣 比如放生就是一種助緣 密宗的轉經倫就是一種助緣 有一篇密宗上司的文章說 不要少看加持品的力量 當然這是正法之加持品 和平時到處請求來的大不相同 這些外源對修行有很大的促進 就好像夏天 沒有一件襯衫可以穿 只有一件綿納 你要出門的話 剛著肩膊 又不啞觀 穿著綿納 又令到別人笑話 你就是左右為難 這個綿納就是你的外源 一件綿納令到你有很多煩惱 即使人家不笑你 你夏天穿一件綿納 估計也會被掩到中暑 如果換一下 是一件襯衫 是一件T恤 是一件背心 立刻清涼 修行 要更耐心 但是不可以少看外在的在緣 這就是中道 如果一味強調內心 亦可能會走偏 但是你又會發現 很多祖師大德都在強調內心 為什麼呢 是因為怕大家 只是注重外在的在緣 而不去看 每一個人內心裏面 所儲存的寶藏 智星裏面所擁有的精華 都去向外求 這個時候 就要抓緊矯正 所以 不讓大家去追求外在 當一部分人 只從內去求 而忽視了外在 不能夠沿用世間法 令人覺得 這個修行人 討厭 這個時候 大德的開示 就會是 要沿用世間法 但是眾生不解菩薩之心意 往往開始執著於菩薩 佛 或者大德 在某一個時空點 講給達定眾生的一些開示 毫不考慮當時的應機 不考慮當時的對境 就好像父母在看著小孩學踩單車 小朋友適合學踩單車 神情彷彿 當前面有一個小水池的時候 小朋友就害怕 這個時候父母就告訴他 向右走向右就避開啦 當時的應機狀況是什麼呢 在前面有一個水塘 或者水池 或者是一個障礙物 靠右走可以解決問題 這個是佛所說的 另外一種情況 小朋友已經到了最右邊 而水塘障礙物 也全部收好了 駕單車來到同一個地點 你說 依然要聽大德祖師教法 向右 這個時候 向右就踏入陰溝裏 路邊就是溝 就是水渠 怎麼能不看應機呢 佛菩薩的應機說法是很重要的 我們學法人 也是如此 剛才那個小故事舉個例子 大家能聽得明白 但是在法法上 你未必能轉個彎 每個人都在各執一發 死都不掉頭 各種變法 討論 鬥爭 做各種口業 你還不能夠說他不對 為什麼 這是佛說的 另外一方 也都據理力爭 你也不能夠說他不對 也是佛說的 難道說 佛說的 自相矛盾 佛是究竟圓滿的人 圓滿的智慧 怎麼會自相矛盾呢 矛盾的是我們人 未開誤 未覺誤 這就會產生一系列的是非 今天看這個高僧大德說得對 明天那個大德說的也不錯 心就不定了 就有了疑惑 任何事 注意應機 注意對境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經常都在錯誤當中成長 在錯誤當中輪迴 我們已經在六度當中 輪轉不知多少世了 我們還迷惑嗎 還要繼續輪迴嗎 想不想今生就去極樂世界呀 來生若再來 我必腳踏蓮花 大家想不想呀 想就好 想的話 就要學會 找中度 學會持之以恆地踏實修行 以一夥平靜的心 又體待世間的萬事萬物 世間發生在一切事 我們就好像看電影一樣 不要將它當是真的 電影播放完就完了 世間發生的一切事 我們就將它當成夢一樣 夢醒了 亦都忘記了 你的修行就會越來越好 好感恩佛菩薩的加持 我們最延堂特製的轉經論 今天將會發往美國 發去美國的郵費特別高 單單是郵費就用了 1500左右 雖然那麼多郵費 值不值呢 值 轉經論本來功德很大 經過特製 它的覆蓋範圍會變得強硬 我期待 最延堂轉經論 能夠在美國 在大洋彼岸 發揮它應有的功效 導化更多的眾生 利益美國土地上的眾生 和美國人民 我相信 世界上每一個國家 都是愛好和平的 我們不要將一些政治觀念 強加到我們的思維當中 影響我們對宇宙人生真相的看法和體悟 後悔放下 當手裡還拿著一個蘋果的時候 就融不下 另外一個梨 手裡拿著梨 就沒辦法去拿葡萄 因為我們有執著 有貪愛 才沒辦法做到放下 如果我們沒辦法放下 對世間名聞利養的貪愛 沒辦法放下對梳婆世界的執著 能不能夠去極樂世界呀 不能呀 有句話叫做 有捨有得 不要總是想著 免費獲取 適當付出 何尚不是一種捨呢 大自然是公平的 它會降福給那些 喜歡捨的人 這個捨 就是報師 有財報師 法報師 無謂報師 一無不白 一言不捨 一法不勞 怎會有得呢 春天不中 秋天收誰的呢 為什麼總是想著人家能夠免費賜給你呢 人家地裡成熟的東西 你總是想去拿 根本就不想春種 根本就不想除草 根本就不想施肥 只是想去享受成熟的果 這個怎麼可以呢 換位思考 將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換位思考 將會有不一樣的收穫 現在是北京時間10點49分 老宋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不知不覺半個多鐘 虎口婆心 就是勸大家尋求真理 回歸正道 回歸中道 如果老宋講故事 能夠對大家有一絲啟發 請大家多多轉發 多多聽小故事 法佈師 功德無量 阿彌陀佛 願意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圖符 若有堅民者 適法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同生 極樂國 願意此講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給 給諸位善知識 回向給所有聽小故事 轉發小故事 隨起小故事的 師兄朋友 以及一切眾生 祝願大家 家庭幸福 人人開心 早日 正誤成佛 人人回歸 極樂佛國 阿彌陀佛 請問